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近日谈 我是艾楚怡 菲律宾全国大选初步统计结果显示 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思之子小马克思 以超过对手两倍的选票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此外 他的搭档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莎拉杜特尔特 同样以绝对多数赢得了副总统的选举 由于在政策理念上较为接近 菲律宾媒体称二人将形成合力 新政府是否延续杜特尔特相对务实平衡的风格 他们能否重振菲律宾低迷已久的经济 非中关系走向如何发展 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滕建俊先生为您做分析和解读 先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现年64岁的小马克思是菲律宾前领导人马克思的儿子 他在宣布胜选前一天前往墓园为父亲扫墓献花 期间情绪激动 小马克思透过发言人表示 希望外界根据实际行动来评判他 而不是以马克思之子的身份来评判 他还承诺要成为所有菲律宾人的总统 在政治分歧当中寻求共同点 共同努力团结国家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表示 将会与小马克思领导的菲律宾继续开展合作 中国外交部也表示 中方愿同非方继续坚持 木铃友好 聚焦意后发展 扩大互利共赢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切实的复制 滕先生您好 看到这次大选 小马克思是获得了一个绝对的优势 根据一个不完全的统计 在十位这个总统候选人当中 他一个人的得票率就超过了50% 就这么高的一个投标率您觉得说明了什么问题 他有几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他的指正理念 跟现代的总统杜特尔特 基本上一脉相承 因为我们都知道杜特尔特上台以后 采取了平衡的对外政策 包括跟美国跟中国跟周边的几个国家 应该是恢复了稳定的关系 所以这对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提供力好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在国内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杜特尔特也是强力执政 比方说扫毒 比方说打击菲律宾南部的分裂势力 或者恐怖分子 那么也取得了长度的发展 所以菲律宾老百姓来说的话 对于杜特尔特的一些理念 一些政策还是给予认可的 那么小马克思还有杜特尔特长女 现在搭档的话 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前任 就是延续现任的一个总统的一些政策 所以老百姓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策 能够高票当选 这也成了一个众望所归的选择 在2016年的时候 小马克思当时是竞选副总统 是以0.6%的一个微弱的差距 败给了这个罗布雷多 那时隔6年卷土重来 他又重新杀回来 那您觉得他这一次 比较明显的优势在哪里 应该说还是他的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他能够 像他自己胜选之后所言 他要团结所有的菲律宾民众 他是整个一个菲律宾全国民众的总统 所以他这种包容性也体现出 他对未来如何处理社会贫富 差距问题 社会的族群对立问题 还有这个南北之间的这种对立 甚至一些冲突问题 那么让人们看到了 他应该是定定心心 所以他这个在竞选期间 所表示的这个执政理念 是非常清晰的 而前面十几个参选人的话 似乎是相对模糊 或者是走极端的这样一种政策 那么现在选民 他肯定要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 不管是在政策上 还是在执政能力上 同样小马克思还背负着 他的家族光环 他的父亲在菲律宾来说的话 也是创下了经济发展的奇迹 比方说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到 他被迫下台到八十年代中期 菲律宾的经济发展是非常快 当时老百姓也确实享受了这种 快速发展经济的红利 所以现在面对的疫情 面对的经济下行等压力 那么菲律宾民众选了一个小马克思出来 当然跟他父亲这个光环 或者是马克思家族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菲律宾政治在很多时候 是一个家族政治 当然选举的时候 可能是按照人头来点 但是真正上台以后 他更多的是家族势力 包括家族的政治势力 经济势力 那么其他几个候选人来看的话 不管是总统还是副总统的候选人 显然不如这两位搭档的这么强力 像马克思包括和杜特尔特总统的女儿 莎拉杜特尔特 等于说是两个总统的二代 那您刚刚也说到家族政治 那这个家族政治 在菲律宾的整个政治生态 政坛当中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 应该说是方方面面的 它不光是在政治层面 有一定的影响 在经济 在甚至于文化 甚至在这个族群 在这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具有巨大的影响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的话 从菲律宾独立以后 就是两大家族 一个就是马克思家族 另外就是阿基诺家族 那么阿基诺家族呢 有时候在台上 有时候在台下 甚至我们看到阿基诺 本人在1983年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 在机场遇刺 甚至有人认为 跟马克思家族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在菲律宾来说的政治斗争呢 表现在家族斗争 这应该说 不是这个过分夸张的描述 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事实 那现在马克思家族又回来了 那么对于菲律宾到底怎么样发展 所以他自己也说了 他是整个一个菲律宾人的这个总统 他不是哪个家族的总统 他就是要尽量的跟家族这个关系撇清 但是呢他这种这种这个表述呢 我觉得可能只是一个表述问题 他很难撇清跟自己家族的 这个来来往往 这种这种这个牵连 所以这种家族关系 对于政治来说的话 特别是对于这个政治领导人来说的话 他的影响方方面面 所以菲律宾的政治呢 就是家族政治的一个具体表现 那马克思家族跟杜特尔特家族之间 有什么渊源 因为看到这两位年轻人再度联手 也说形成一个合力 杜特尔特呢 应该说没有太多的这种家族政治的背景 他更多的是草根畜生 他只不过是在那个当省长的时候 他比较强势 赢得老百姓这个支持 再加上阿基诺三世就是这个他的前任 那么执政期间呢 包括腐败问题 包括对外关系问题 搞得一团糟 那么这个时候杜特尔特呢 成为菲律宾政治的一匹黑马 但上来之后呢 他从他的执政理念 从他的这个政策来看的话 他也是方方面面在搞平衡 对国内当然对一些 比如说毒品贩制呀 这个孔奔子进行坚决打击 所以从他的执政理念来看的话 跟马克思家族呢 走得比较近 那么之所以派出自己的女儿 莎拉杜特尔特参选这个副总统的位置 他也看好了这个小马克思能够这个胜出 所以呢杜特尔特也是比较有眼光的 这样一个政治领导人 尽管他的背景没有太多的这个政治世家 或者是家族政治的这种背景影响 但是呢他在这个选自己接班人方面 尽管他左右不了这个局势 左右不了多少选票的问题 但是呢他至少可以在顶层上引领选民投给谁 不投给谁 那么他自己把自己女儿都派出 作为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来参选的话 那老百姓一看杜特尔特这几年搞得也不错 那我们还是那个把票投给这个莎拉杜特尔特 投给小马克思吧 这个也是为什么两个人这次得票高级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啊 外界就分析说这次小马克思能够获得胜选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非常善于运用这个社交媒体 而且他的这个社交媒体账户据说是有700万粉丝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选票 那据您的观察您觉得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对选举的影响是不是也在越来越大 确实是他的方方面面的在选举方面这个影响就是渗透到你的骨子里面去 他很多短视频他不需要长篇大论告诉你什么样的道理 什么样的逻辑 什么样的理论 但是呢 把你的生活当中的状态展示给大家 直接凑到你的心底 比方说你要考虑就业问题 考虑到这个防疫问题 考虑到经济发展问题 考虑到住房问题 那这些年轻人来说的话 他是这个深有体会的 那么在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话 通过社交媒体这也体现出像小马克思 他其实是这个比较这个另类的 如果说跟其他那个参选人来看的话 他比较另类 他接地气 第一个接地气 他说话做事的话 特别的这个有亲情 有亲和感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其实也是受这个西方教育 比方说牛津大学毕业 后来到美国也上学 那么这种西方教育的背景 也是他在很多治国理政理念方面的 不同于其他参选人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大优势 他也知道年轻人在想什么 而年轻人我们看到是这一次出来投票 比例比较高的一个群体 那老百姓的话 可能更多的考虑自己的实惠 而年轻人可能考虑这个眼前和未来的两个结合 毕竟他们要发展 他们要生存 他们要享受更好的这个生活 他们更多的是关注这个新的领导人 会不会带着他们实现年轻人的梦想 所以小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这些人的这个心态 就是在强力的推移用说教媒体来宣示自己的政策立场 也有媒体形容说这次小马克思的胜选 是现实版的一个王子复仇记 他也确实来源于大的这个政治家族 他的父亲老马克思执掌菲律宾的政坛20年 那对当年老马克思执政期间的这一段故事 您还有哪些记忆跟观察 我觉得老马克思他确实是一个铁腕执政 应该在最初的时候还是显现出民主 但是已经到了 他是65年上来的 65年开始当总统 到72年之后他感觉到国内的这种不稳定因素突起 所以他开始宣布进行戒严 取消了这个菲律宾国会的活动 取消了一些政党的活动 取消了街头的这种骚乱 从他的整个一个运作来看的话 他主要还是希望菲律宾继续 沿着比较稳定的这种社会形态往前发展 不要因为政治之间的这种纷争这种博弈 那么导致老百姓走上街头 导致菲律宾整个一个社会动荡 那对于这个菲律宾来说 可能伤害最大的这种动荡 就是普通老百姓 所以他在72年宣布了这个戒严令 一直到86年最后被推翻 其实推翻的过程当中 也是比较蹊跷的 我觉得除了老百姓对他不满之外 我觉得美国在后面这只黑手 也显现出来 用小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讲的话 就那天晚上 那么他们是用美国的车辆飞机 转到了克拉克空军基地 转到了克拉克空军基地之后 那么又把他们弄到了夏威尼 本来就接这个马克思的 马克思总统的这些美国大兵 就告诉他 我要把你们家送到你老家去 美国人说了这么一个谎 那这马克思就说行 送老家可以 所以他们一家的话 坐上美国的这个派来的车 但是这个车没有往他老家走 而是到了克拉克空军基地 接着就上了飞机 压上飞机之后 把他们带到了夏威尼 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为什么抛弃马克思 主要因为马克思 这个采取的政策 可能比方说在东南亚地区 跟地区国家走得近一点 跟中国走得近一点 因为他是在这个70年代 在美国跟中国建交之前 就已经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了 六年正式建交 正式建交 对 他这个之前做这个一系列的准备 当时来讲的话 冷战比较激烈 80年代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 这边 这个菲律宾这边 有苏比克海军基地 和克拉克空军基地 这是美国住的 那么在越南呢 还有金兰湾 金兰湾是当时苏联 有这个驱舰队在那边住的 还有这个机场 都供的 那个苏联的军事 所以在南海呢 两个大国在对峙 那么如果说 那个菲律宾出现闪失的话 导向中国这边 或导向苏联这边的话 那美国在这个地区 可能就是很难再存在下去了 所以呢 这一点来说的话 对于小马克思 他应该有印象 他自己说的 他应该是亲眼目睹 自己家族的大喜大乐 那天的话 那天的话 就是美国派这个车 把他们接到了机场 然后坐飞机 飞到了夏威夷 美国告诉他们 是这个要回老家去 结果这个车 没把他们送到老家去 直接送到了机场 把他们送到了夏威夷 你可以看出来 美国在后边当时的操作 也是一番 这个非常有选择性的 这种操作 小马克思还是比较想淡化 他这个父亲当时 对他造成的一些影响 我们再来说这次大选 媒体形容说 这是菲律宾近40年来 最重要的一次选举 也是最热闹的一次 我们看这十个总统的候选人 背景各个都不相同 您觉得这次大选 为什么这么受关注 因为现在来说的话 不管从地区 还是从大国关系来看的话 东南亚国家 也在经历了一场政策的变化 或者是政策的调整 从菲律宾来说的话 他也会顺着这条线往下走 所以对于整个一个地区来说的话 应该是一种利好的选择 而不是说参与到哪一方选边战队 肯定是不利于地区国家 不利于菲律宾的 好 先谢谢腾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下节新闻见日谈为您解读 马克思家族与中国之间的渊源 小马克思在上任之后 又会如何平衡中美的关系 稍后见 新闻见日谈带您继续关注新闻 小马克思是菲律宾已故前总统 马克思的儿子 他于1991年结束流亡回国并投身政治 特殊的家庭背景 让小马克思的身上聚集了全世界的目光 被菲律宾人称作邦邦的小马克思 生于1957年 现年65岁 抛开丰富的从政经验 小马克思最受人瞩目的 还是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父亲是菲律宾前总统 菲迪南德·马克思 1965年 菲迪南德·马克思当选菲律宾第十任总统 开始了其长达20年的执政生涯 虽然在其任内 菲律宾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但与此相伴的则是老马克思对反对派 和异见人士的强力镇压 以及马克思家族的巨额贪腐 据菲律宾官方统计 老马克思执政期间 其家族敛财共计超过100亿美元 而其夫人展示自己3000多双鞋子的画面 也令世界责舌 1986年 马克思政权被推翻 老马克思携家人流亡美国夏威夷 三年后 老马克思在夏威夷病逝 而小马克思则在1991年 回到菲律宾 并投身政坛 此成副业的小马克思 曾先后担任 北伊格洛省省长和国会参议员 并于2016年竞选菲律宾副总统 但不敌罗布雷多 而罗布雷多也是小马克思 在此次大选中的竞争对手 自去年10月宣布参选以来 小马克思一直主打团结牌 称团结意味着不同政治派别 必须通力合作 以解决菲律宾当下面临的危机 我知道 这是这种一种独立的行为 能够通过这个危机 让我们安全回到工作 至于小马克思的对华政策取向 有外媒报道称 小马克思曾表示 他有意延续杜特尔特政府的 对华政策 继续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并妥善处理南海问题 而马克思家族也一直与菲律宾 华商界保持友好关系 并积极寻求来自中国的投资 马克思家族跟中国还是比较有渊源的 在1975年中非正式建交的时候 正好是马克思政府执政的期间 中国跟马克思之间的这种 家族之间的关联 您有哪些了解 从方方面面吧 刚才讲了在这个华商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华商在菲律宾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政治势力 经济势力 对于菲律宾的经济社会发展来说的话 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那么对于菲律宾 很多其实政治领导人来说 都有华裔的背景 比方说阿基诺 它其实也是跟中国 比方说福建沿海地区的一些区域 它是有联系的 都是从这个地方过去的 当然已经几代了 现在来说的话 对于这些政治家来说 它更多的考虑是自身的利益 那么从经济合作来说的话 我相信小马克上来之后 肯定会强调 比方说投资 比方说贸易 其实我们看到 2022年第一季度 菲律宾的GDP增长数字超过了8% 应该在东南亚国家是非常快的 它肯定会加强这种合作 那多特尔在的时候 其实中非两个关系 由于政治方面的互动 出现了平稳的状态 所以比方说我们投资 比方说我们基础设施建设 我们也愿意把菲律宾 纳入到咱们一带一路倡议当中 所以在经贸方面 在基建方面 我想这应该会有一种延续 它不可能 因为它可能身上有华裔的血统 那么它就会跟中国走得比较特殊 不可能的 因为它毕竟是政治家 它国家利益是第一的 那么在地区事务当中 我想小马克思也会做出平衡的选择 比方说在南海搜索问题上 它会压制国内的一些反华势力 在保持中非关系稳定方面 应该说它有自己的考虑 它更多会以政治关系 以经贸关系 以吸引中国大陆在菲律宾的投资 还有强化基础建设方面 有所这种更深入的合作 这点来看的话 它会延续之前 至于说它家族方面的这种对华的关系来说 我想肯定会延续下去 但是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来说 它不可能利用自己总统的身份 来为自己家族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好处 那么从历史角度来看的话 你刚才讲75年建交 为什么75年建交 在当时来讲的话 中国还不是很发达 没有像现在这么样改开放之后 我们这么富有 那么为什么 它就是因为意识到 美国已经开始跟中国接触了 比方说72年之后 中美之间的互动已经有了 其实它在政治层面来讲 跟中国的这种渊源 可能会远远超过 在家族产业方面 在经贸合作方面的 这种投入 那么这是一种战略眼光 所以我觉得小马克上来之后 肯定会秉承他父亲的这种战略眼光 这种战略头脑来强化 方方面面的合作 不单单是在家族方面 跟中国合作的问题 那作为东盟和APEC当中的重要的国家 所以这次小马克当选 也是引发西方媒体的一个关注 那就是说您觉得菲律宾 在地缘政治上的位置是什么 那西方媒体的关注 对于菲律宾这场大选的关切点是什么 西方国家主要还是美国的 现在的这种政策 特别是拜登上台以后 明显强化了对东南亚国家的控制和利用 甚至还提出来印太经济框架 那么这个框架计划 它其实就是要不单在军事上 加强对这个地区的掌控控制能力 同样也希望有这样一个经济方面 作为另外一条腿 来把凑脚伸向东南亚国家 而菲律宾过去那么长期以来 被认为是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 一个重要的盟国 一个重要的伙伴 比方说今年3月份 美国又开始跟菲律宾 举行肩并肩的联合军事演习 而这个规模来说的话 可能在最近几年 是这个算是比较大的一次 演习的地点演习的规模 作战的样式都有这个针对性 特别是比方对岛征啊 对这个登岛啊 这个这样一些这个科目设定呢 应该说美国是用心两口的 希望呢能够加强对菲律宾的控制 同样菲律宾在美国这个方面呢 它也是在东南亚国家 重点争取的一个对象 毕竟呢 现在美国呢 尽管以轮换这个 不对协议这样一个模式 在这个地区长期的 占住了菲律宾的一些军事基地 因为冷战结束以后 菲律宾通过宪法规定呢 不能让任何国家军队 在菲律宾常驻 但是呢 现在来看 美国和菲律宾之前有一个 一些就是我轮换 我一天也是轮换 一年也是轮换 十年也是轮换 所以现在你看菲律宾 至少有五个空军基地 是给美国人提供 这个保障服务的 那么这五个空军基地 对于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 这个作战支撑 是非常关键的 特别还能造的南海 所以呢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 我想 尽管小马克思显现出 他这种独立的 平衡的对外政策 但是在有些时候呢 他可能会 在美国的压力下 做出妥协 那么可能跟美国 靠得更近一些 这就使得 中非关系 以及中国跟东盟的关系呢 可能会出现一定的波动 但是总体来看的话 我想 中非关系呢 会处在一种相对稳定 就延续现在杜特尔特的这种 这个策略 杜特尔特有的时候 也是这个 说的比较狠 那么我想 小马克思呢 可能变得 身段会更柔软一点 但是呢 在这个国家利益方面 他还会寻求 大国平衡 他不会说 选边站对 不会说完全 跟中国站在一边 或者是完全跟美国站在一边 那美国又会怎么样调整 对菲律宾的政策呢 美国现在是 加强对菲律宾的利益 你比方说美国防长 在那个东南亚执行的时候 专门到了菲律宾 而且发表了一通演讲 那么主题嘛 还是攻击中国 说中国在这个地区 采取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 而且在南海 又这个 似乎是好像给这些国家构成了威胁和挑战 只要挑拨关系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美国呢 对菲律宾的这个控制呢 还是这个方方面面的 比方说政治层面 安全层面 外交上 他会这个设法向这个菲律宾施加压力 但是呢 我刚才也讲了菲律宾 今天的菲律宾呢 已经不是这个20年前30年的菲律宾 那么美国说 你上台 你下台 他可以左右这个局势 但现在来说的话 我想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 再加上菲律宾呢 采取这种比较平衡的外交政策 它可以平衡跟东盟 其他成员国的关系 也可以平衡 比较跟中国跟日本等国家的关系 所以呢 菲律宾的回旋余地呢 可能比过去大多了 那么美国想着 死死地控制菲律宾呢 这种可能性也不复时代了 所以小马克思上台之后 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 我们都是一个观望的态度 好 谢谢腾先生的点评和分析 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再会